根据总台记者发回的最新消息 5号 叙利亚霍姆斯军事学院遭无人机袭击 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平民和军人死亡 叙利亚卫生部当天晚上表示 死亡人数已上升至80人 另有240人受伤 死伤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叙利亚军方当天发表声明说袭击发生时 军事学院正在举行毕业典礼 在典礼即将结束时 武装恐怖组织通过携带装满炸药的无人机发动袭击 叙军方将此次袭击视为前所未有的罪行 将追究袭击策划者和实施者的责任 并让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叙外交部当天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这一恐怖行径 并追究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对叙利亚人民犯下的罪行 此外续政府当天宣布 自10月6号起全国哀悼三天 悼念在次次袭击中遇害的平民和军人 期间叙利亚全境驻外使馆和外交机构 将半旗致哀 感谢观看